第三位我就來談一下台灣的整個系統系統風險 我的Slide 我的內可泡 好 我想前面兩位講者 張教授跟詹教授其實都提到了系統系統風險 我們這次的整個台灣文化智慧論壇的一個主題 也是在談系統系風險 從風險社會跟風險事業的角度 我想來做一個很簡短的報告跟分析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可以看到從2015年的 呼吸航空的空難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機師在做close check 的時候 沒有做到比標準的SOP的動作 就把第一個引擎關掉 就值得飛機時速 極力的下降 這次也是 2015年發險的城堡 這事情我想也是非常大的公安的事件 在這個公共場合的 即可 包括粉塵的使用 旁邊是否可以點火 甚至旁邊有人在抽煙 甚至公共安全的保險金 在這個事件裡面 雖然當時已經做了一些檢討 後來的制度推動 看到 應該是還是沒有很強硬的去辯可 雖然死傷這麼多了 那這個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影像 這是去年的這個鐵電花 游染車事件 這事故後來調查出來 並不是 這個 機械的問題 而是 駕駛的 過勞 跟 加速 在彎道加速的 過程 這是一個標準的 安全事故的問題 那跟這個事故 另外這一個是去年 這個非常害人的一個事故 就是雪山隧道的消防設備 這個失靈 那這個差點量成 非常大的公安事件 因為這個噴水系統 在 EOT的架構底下 是 失靈的沒有人來通報 那這一次 普游馬號的 出軌 我想 各方的專家調查都出來了 那非常重要的 其中 其實有非常多的事故 包括 司機關掉 那個ATP系統 跟這個ATP系統 目前調查出來 當時在設計跟練習的時候 這下決策過程 並沒有做非常 精確的一個事情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到的 台灣在各個地方 產生的這種系統性的東西 可以看到 那我們來探討是說 事實上 剛剛前面兩位教授提到 臺灣在面對 非常大的變遷 尤其系統的轉換 到底我們要怎麼來看待 這麼多的事故 有一些事故 有一些文化 有一些價值 或有一些 整個決策 或是 公部門 或是私部門 大家對這件事 重要的 重要的 重視的程度 那我們可以簡單來看 我們如果來看 這是全球系統性的風險 包括台灣 包括世界各國 現在其實都面臨了 非常劇烈的氣候變遷 環境污染 金融市場 跟經濟的轉型 跟現代化所產生的各種 衝擊 可是這個 這個事實上 就是使得每一個社會 在這樣的一個高速變遷的 架構底下 每一個社會 面臨了這樣的一個 災難或系統性的風險 它的承受的韌性 其實已經到達其次 到達其次要轉去轉型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 詹老師跟 張老師都特別提到 一個是整個 美國在發生事故的時候的一個 專業委員會的調查 各種 Stakeholder 立衝突的考量 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像在日本 跟瑞北 對交通運輸 零風險 或是接近零風險 這樣的一個要求 事實上這是可以改變的 我們可以說過制度性的 也不改 可是的確 在我的 這個 PowerPoint的裡面 我跟前面兩位講者 有非常接近的一個思維 事實上我們台灣 作為一個 以經濟發展為驅動 我們在社會科學學理上 叫做 就是發展成一個國家 以一個經濟導向 為驅動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事實上到現在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瓶頸 這個瓶頸其實應該是在 1990年代就到了 到2000年以後 要面對一個 全球的 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產業 經濟社會 環境的轉型 一直到現在10億年來 都沒有真正的轉型 成功 所以我們卡尼家 卡尼家的 這樣一個 為經濟導向的 一個發展 我們忽略了經濟成長之外 今天談的是運輸 環境 還有勞動 各種成本 我們習慣於在用 合攝的經濟 剛剛講 剛剛公司的記者 一直在問這個 交通 人力是不是 需求 充足的問題 是調度的問題 我想 剛剛 張老師的 回應 是大概跟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非常接近 就是說我們在 傳統的 低環境支出 跟低價便宜的 慣性底下 如果這些都不改變的話 事實上要進行改革 是會遇到一定的障礙 那這個合攝經濟思維 事實上 又停留在我們假象的這種低價的燃料 低價的核能 這樣的一個思維 所以我們整個系統事實上 是卡在這個地方 那台灣知道今天 台灣的整個脆弱的經濟社會系統 包括我們在經濟競爭上 東南亞 其他國家都追上 我們長期的 然後我們在先進國家裏面 譬如說我們對照 日本跟南海 我們對照 跟先進 最近是說我們是 已經進入到先進開發 我們這樣的 對先進國家的制度跟 價值跟文化的 這個 改善 我們又沒有辦法往上倒閨 我們的確是卡在 長期不顧略 這樣的風險對價 風險利益 包括專業的調查 系統性的調查 以利的風險管化 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 台灣面對的 這樣的問題 那這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 合攝的 這個經濟的點判 導致我們 對於這個風險的 這個重視 我們的風險管理 甚至到決策上風險制 事實上是 這個是鬆弛的 這樣的一個 遍佈在政府部門 國營部門 包括這次台鐵 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台電 包括 各種 中油渲染渲染的 私部門 還有我們社會各個 公司 社會各界 這樣鬆弛的 風險文化跟風險 決策 事實上是造成 整個package 造成我們 沒有辦法去upgrade 沒有辦法去promotion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譬如說 以我剛剛舉的 包括 互信航空 包括 雪山消防隧道 包括這次台鐵事件 都有非常 嚴重的磁事風險 譬如說在 台鐵這次事件 普悠瑪這次事件 過車決策跟 檢驗 現在開始要去追究 當時為什麼沒有進去盤點 盤點 去驗收 APP系統 在遠端 那個是 沒有辦法連結 當然 事故到底是 這裏邊其實 不只是 制度的問題 不只是現在去追究 而是 的確是有這樣的一個 忽略跟領異 我們 放任慣了 我們習慣了 認為 這樣就糾罵了 就過去了 侵入風險 為了趕消遇 跟準點 這次的事件 我想 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 司機如果 霧點的話 要寫報告 這跟 日本在 19 2005年的 JR事件 這個司機也為了趕點 加速了 列車的行徑 造成死亡 達到了 大概107人死亡 也 5、600人的受傷 這次事件是非常相近 所以日本 在這個事務裡面 我們可以來思考 到底他們做了什麼 來改變 引力風險 ATP會連線 就剛才講 無法連線的問題 放任風險 關閉ATP 我想這是 從我的角度來看 從風險治理的角度來看 這是非常 驚訝的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們個人的轎車 在高速公路 我們可能會去 關掉 所謂的緊急煞車系統 或是我們的 防鑽冷 防鑽冷 這些系統 這是一個公共安全 公共運輸 尤其 剛剛 張老師從專業角度提到 公共運輸其實是一個 高風險的行律 為什麼會有關閉 ATP 甚至我們從報紙的 同仁的訪問裡面 有司機承認說 在某一些列車上面 調度員也要求他們 關掉ATP 為了去感熱事件 這樣的一個風險文化 事實上是存在台灣的各界 我想不只是 台灣 台鐵這次事件 司機的過 剛剛也特別提到 這個對價的問題 價格的問題 我們風險中心 最近也開始意識到 一個概念 就是公正轉型 即使我們在 面臨這樣的一個轉型 要求更多 我們對司機的 勞動 的體制 我們對司機的 勞動的人權 我們這個 周世宇的 博士 也在場 或是待會可以做一些補充 那專家政治 到底我們在 剛剛同仁特別提到 整個在 台灣民主審議的過程 跟專家政治 尤其透明化 跟監督化 跟剛剛特別 獨立委員會的成立 這怎麼來設計 我想這個都是 我們台灣要面對的問題 那這樣的一個 典範 這樣一個 辭職跟隱異風險的典範 很難面對 我們 談的這個 社會科學談的 這個常態的典範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美國學者 他其實 他在分析 挑戰者號 為什麼升空會爆炸 做了一連串的研究 他提到所謂的 normal extent 常態的那以外 包括大型的交通運輸 核能電廠 核子武器 化學工廠 或是大型工廠 都會因為 高科技 系統的 科技的 複雜的 這個 複雜性的交流作用 還有科技系統 緊密相應 事實上他會變成一個 需要非常 嚴謹的 SOP 的一個 一個操作 但這樣一個操作過程 如果說 還含有這樣的一個 鬆弛的管制 我想任何的制度 任何的 這個 機械的設施 都 都可能不能去解決 或出貨 預防 這樣的一個 改變 所以 我們 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在一個 大型的機械系統 都有可能產生 這樣一個常態的事件 災難 何況 我們剛剛提了 台灣是 面臨了這樣一個 轉型過程 變成一個 核色經濟 低價的環境 我們對風險的疏忽 我們對風險長期的引力 這個在我們 台灣 這10多年來 甚至20年來 不斷在發生 不斷在 不斷在重複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問題 大家最常看到 就是視頻安全的問題 所以這整個台灣 面臨一個結構性的 一個風險預防 預防的問題 那我要談的是說 這樣的一個 鬆弛的管制文化 跟風險文化 放任的風險 跟遲遲風險的管理 雖然我們 剛剛特別 兩位 前輩也都提到了 我們在事實上 在10多年前 對於各種專業的鑑定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都提出來了 但是沒有辦法去改變 到底沒有辦法去改變 你的問題是什麼 這事件發生了兩個禮拜 現在大家又開始 陷入了 每天都選舉 前舉過後 這些事情可能還會再發生 所以這樣一個 放任跟 遲滯風險管理跟 決策上 跟運輸系統 的整個全面的小事 到底有沒有根據 這樣的事件 做一個停順點 如果沒有的話 這些制度性的忽視 就會再 再次導 導致整個社會 忽視 事情過去就酸了 會導致災難 不斷的 重複的發生 大家就 在政治上 做公保 這是非常沒有意義的 我們今天要看到 大家關懷的問題是說 面對這樣的一個 問題 我們怎麼樣去 導致這樣的問題 作為一個 前車實踐 而且這樣的一個 脆弱的 脆弱的風險 事實上會讓整個社會信任 不斷的 損毀 讓大家越來越不信任 政府的治理 整個台灣 事實上在轉型過程面對的 一個問題 國際上 在談系統性風險 也就是說 這些系統性風險 絕對不會 這次單一的 普悠馬豪事件 絕對不會只有 交通運輸的事件 它會產生 嚴重的聯理效應 這樣一個聯理效應 它會產生 事件的關聯性 會產生 怪異效應 也產生 我們 剛剛特別提到 兩位先進特別提到 如果要作為 去改革的話 怎麼樣去思考 非先進動態的 這種無論是人員 交通 或是 價格 或是非安 或是運輸委員會 或是整個 決策 或是整個 治理 各種問題是要一併來共同思考 那這個問題到底是不是能夠 喚醒 大家對於這個事 真正是一個國安的事件 我想很不幸 發生在選舉前面 這個事件 依照台灣的簡貼詞文化 可能又忘記 那我特別關心的是說 跟 兩位 老師前面提 是非常能 接近 我們台灣在面臨的 這些bottlet 的過程 面臨的 這些極速的 這個政治社會跟 經濟系統的劇烈轉型 我們現在面臨的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 大家每天在報紙上可以看到 3D列印 現金材料 無人 駕駛 這個物聯網 數位革命 可是台灣不斷在發生 這些系統性的風險 這些系統性風險 非常重要的曾經來自於 我們在 辭職 引力 跟收持這樣的風險 決策 還有文化 這些東西如果不改進的話 事情發生過了 沒有做一個真正的變更的話 事實上災難也會一斷發生 整個社會系統 社會的韌性 事實上 不斷在恢復 一個社會的韌性 其實是有一個 瓶頸的 當這個韌性 超過了他幫助理以後 就回不來 台灣其實是面臨在這樣的一個界限 這樣 存在最大的是說 全球在面對這樣的一個科技 新興科技 跟社會的變革 怎麼樣來建構 一個台灣的國家 到底 國外的 有人看到台灣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可是台灣的災難 台灣的系統性風險 沒有改進 我們的國家品牌形象 到底是災難 地震 台風 不斷 還是我們是高科技 還是我們是 的確是 在安全技術上 在勞動的公正性上面 在人權上面 我們要做怎麼樣的變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這些政客 在選舉的時候 朗朗就是可以拿到 我經常覺得這些政客 在一些 一些語言上 是非常負責的 講完就 後來婚禮就忘了 所以 我要談的是說 最後一張是來 這樣的徹底的 變合 事實上 已經 在考驗我們 目前 從921大地震到現在 各種事故發生 非常脆弱的這種任性 已經 已經開始要愉悅 他們這個幫助 這樣的幫助理事實上 使得大家冷冷自為 到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 我們怎麼樣的 風險 事實上能夠 透過一個社會的連帶 社會的團結 社會的契約 重新去思維 我們這樣的信心 所以我還是談 這樣的一個 系統性風險 非常重要的 一個 台灣需要 的變 這是 雖然是一個 抽象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 整個台灣的問題 根源來自 這樣的一個 很嚴重的 隱匿辭 跟放任風險的文化 這張 圖片 我最後放了 這是林曼銘先生在2014年 面對國內外的天災人火 他依照金剛金的 裡面的事以為成重 不以為成重 每一個 個人 個體 在這個世界上 或是在台灣 都是一個 particle 這樣一個 particle 如果我們的制度 我們的決策 我們的風險文化 我們的系統性的管理 都沒有變得的話 事實上 我們會持續吶吶 吶吶有用嗎 吶吶有用嗎 我們今天來召開 這樣的一個 風險社會論壇 我想是 希望你們能夠把 這樣的 立體傳輸出去 所以我們 做了各項的 語音的記錄 我想我們這個報告 節目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